大家好,今天要和你们分享一款零失败的牛油吐司面包 在家轻轻松松就可以做出好吃的面包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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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克的酵母 盖上来 最后再把25克的奶粉 倒下去 这样煮完成啦 黄油 你们可以我用的是blanta 所以你们可以选择用有盐的那个牛油或者是无盐的都可以 然后把它放进冰箱 给它冷藏一下子 我用的面包机是SKG的牌子 这个是单管的 所以等下它在打的时候我们要把这个盖子打开 以防面团会很热 打到很热 放进去 开电源 然后在这里的功能你们要找自己的功能 选择这个字 定义 和面 然后我的是在11号 我会把它按到30分钟 打着一个面团我们需要大约30分钟的时间 OK然后就按开启 OK start 一开始因为它的粉会飞飞上来 飞溅上来 所以我都会把它盖子关上 我们的面团已经打成团了 现在我们把那根钢 我们拿去冷藏的牛油或者的黄油 放进去 放进去 我们的面团打好了 你看我们的面包已经可以出 包包的膜 把它倒出来在你的面团上面 是很软很软的面团 如果有点黏手你可以沾一点粉 首先我们会称它多重 然后把平均分成三个面团 557除3 这样一个面团的分量大约是185 大约186左右 我们会把面团滚成圆形 我们会把面团滚成圆形 两只手 盖着面团转 我们都会把面团跟老大约 我们一起来 看看我们之后 一边 Afro 一边 准备 第一次 底下这一个 一定要靠在你的背面 当你转的时候 它会在你的手中心转 嗯 美一美的面团 然后我会放着 让它休息一个大概5到10分钟左右 要盖上保鲜膜 哦 以防表皮干燥 我们将滚大约 这一个卖的长度 一定要擀哦 如果有一点黏的话 你可以放一点粉在你的这个 stick这里 因为你有干 才会有拉丝的效果 大约这样长 从上滚下来 从上往下滚 从上往下滚 好了 我们就放一边 把这个刚刚搞完的第一个面包 放在这里 这次的长度会比较长 大概是这里的长度 我现在了 把这个切片切成效果 对 还有一点 切成效果 同时 然后把这里压一压 一样从上面滚下来 放入面包模具,我选择不沾的面包模具 一杯热水,放一杯热水进去 再把吐司放进发酵,过程大概一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半左右 面团大约发自你模具的8分半 这样子就可以了,就把它拿出来,然后我们就预热烤箱 180度,我先放40分钟,因为预热10分钟,烤面包需要30分钟 我的烤箱放180度,烤箱因个人烤箱而定 有的会放210度,都有可能的 所以要看你的烤箱热不热情哦 如果你的烤箱是像我这样子普普通通的话,你可以放180度 然后如果是要面包你的吐司四四方方的话,你就需要把这个盖盖上 然后再拿进去烤箱烤 如果很像今天我想要我的面包是等下有形状的 所以我们就直接把这个面包放进烤箱 然后再拿进去烤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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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 that of all 如果面包到它93度的话,这样子就是代表这个面包里面它已经熟了 如果面包到達93度的话,之后就是代表这个面包里面它已经熟了 sepertiaki 我们取出面包 蒸一蒸 然后再把面包倒出来 完成啦 待凉就好啦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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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号os了 哈哈哈 爪аки 爪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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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